第四季 Peter, 倫敦那邊有什麼消息? 叔叔, 那個花錢買到倫敦電台 一個小時後將會播出的新聞稿 是嗎?真聰明, 說什麼? 對, 說北極星董事局開始轉口風 他們承認開始把資金調去其他公司 細到北極星的資產 總值大約是每股兩毫子美金 都不夠港幣八毫子 看來北極星全部都打領輸數了 要賠償給這個英國政府 好, 聰明, 謝謝, 再見 Ben, 昨天北極星收視多少? 兩個二, 老闆 好, 馬上下去 拋空擲貨, 兩個二擲到那邊過半 來, 來 老闆, 急錢 好, Let's go 兩個二擲到那邊一分也不怕 好... 怎麼樣? 沒辦法, 到了 有沒有接貨? 不知道有沒有人接貨? 還有沒有人接貨? 兩元, 給我收進去 你可不可以給我二十塊嗎? 你可不可以給我三十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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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想你送給我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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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陳先生, 北極星不跌 反而要升了 這個時候我們減了一百多萬 天壇的消息會不會是山埃的 陳萬兒會是山埃的嗎 保證, 行了 陳萬兒, 你聽我說 你聽我說, 不夠, 許他上兩個伯 屍屁 幫上兩個伯 Tony, 交給他 掃住他, 沒所緣 叫汪總身來見我 甚麼 叫汪總身來見我 不行, 你自己找他 你找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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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封電報 這封是今早九點半的 英國船務工會宣稱 如果北極星獲勝的呢 那英國全國的船務工人 就會實行大罷工 那一封, 這封是十點半的 英國在野工黨宣稱 如果北極星獲勝呢 就會以壓力 迫執政保守黨下台 這封最後十一點半 這封就是三個字以前 連北極星的董事局 都自行宣布打定輸數了 我只知道你現在 輸了四百萬給我 你不用指望我甚麼口風 或者有甚麼內幕消息 我沒有 我今天只是純粹和你賭運氣 賭運氣這麼大的嗎? 你會傾家蕩產的 我從第一天學玩股票 我就學識八個字 風險越大, 匯報越大 好, 我不妨礙你發財了 快點下去吧 像白癲一樣盡量掃貨 你做這幾個小時英雄吧 我一定會 如果兩點鐘我贏你的話 傾家蕩產我是你的 四十萬手, 三十萬手, 二十萬手 怎麼樣?數不做嗎? 是不是沒膽數嗎? 十萬手 三十萬手, 三十萬手 三十萬手, 你怎麼可能有這麼多錢 我有 你放多少個招簽 三十萬給你殺掉 是買不是買, 你有這麼多錢嗎? 你有這麼多貨嗎? 你真的沒有這麼多錢嗎? 你沒有這麼多錢嗎? 我可以買不是買不是買嗎? 好… 各位, 現在北極星的交頭過分反常 本人以監察委員會主席的特權 宣佈北極星暫停買賣 凡是在今天買賣的 北極星的經紀公司 立即派出市代表去會議室 開緊急會議, 我重複一次 北極星暫停買賣 阿神 開會 我以華人會總裁 以及監察委員會主席的身份 特別召開這次會議 就北極星暫停買賣 過份反常展開言訊 大家都知道 北極星暫停在下午兩點 就有決定性的公佈 本來股票市場炒賣 摸口肥 但卻不能夠過份 北極星在市面的流通股份 大約有二千萬股 但今天在上午至停牌 短短兩個小時之內 成交居然超過一千萬股 即是超過流通股份 百分之五十有多 好, 我在這兒慎重地警告各位 以防有些筆法的經紀 趁機入貨 大賭百頭便 如果下午兩點 公佈是向好的 那這批人當然肚滿腸肥了 但如果向壞的 可能這批人就一走了之 反對, 成交量這麼大 還有那麼多行家拋空出貨 搞得市場這麼混亂 才是這次的罪魁禍首 方先生, 你別賊賊賊賊 據我所知 一個上午你已經買入了 超過八百萬股北極星是不是 是呀 請問你 你有沒有足夠的流動資金買貨 接近二千萬的 我不需要回答你 根據交收的條例 我只要在四十八小時內完食 就行了 況且有很多行家在三天裡 都沒人扮成成交 你一向都不說話 你不聞不聞一塌糊塗 今天不同, 情況特殊 而且要確保其他 沽貨經紀的利益 我引用主席的特權條例 勒令你 要證明有足夠的財力支持 只要承認你正式買入 我反對 反對無效 我贊成 你要提出財力證明 好 我證明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黃志文Mandy 我是六號六號明 立即訂閱 歡樂APM YouTube頻道這個頻道 就可以收看精選的TVB劇集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近新出了一條 專為你們而設的Youtube頻道 TVBJ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帶給你們 記得訂閱呀